水头聚落,在清末明初时,许多旅居海外经商致富的族人回到家乡水头,盖起一座座外观富丽堂皇的闽南古厕与阳楼,其中德岳楼即为最著名的防御地标建筑。 另外,乔惠新建回字形的金水国小,也是融合传统闽南式建筑与西式阳楼样式,而形塑出水头聚落独特的中西河壁风貌。 我们要把这个祖先的这个留下来的建筑物,让它传承下去,那也因为藉由金银民宿的这种方式呢,比如说在古厝里面,我会帮旅客办古式的婚礼,让他们知道金门的传承的人文是什么。 这就是透过这个种子教师的这个老师的带领之下,我所学到的,除了古厝的保护之外,更需要的是一种传承。 一样位于金门西南宇的珠山聚落,四周山丘环绕,林木茂密,后有基安山,中有大坛。 建筑群则以薛氏大宗家庙为中心,其中并有夏三洛古厕和将军帝等,可作为聚落内的传统指标建筑代表。 同时,所有建筑均面向大坛,更形成一个似水龟塘穴,聚才生气的风水宝地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